哈囉,大家好,我是律師 我是去年有參加長笛家年華的學問組,正好 就是可以接觸到一群都很喜歡長笛的人 然後可以跟著很多的老師一起學習 學習到很多東西 嘗試不同的長笛家族樂器 我覺得這個是對我來說一個非常寶貴的經驗 因為長笛團,因為我們不常吹整個團都是長笛團的 就是整個團都是吹長笛 然後也很少會接觸到其他英語的長笛 我覺得是室內樂,因為我有組那個室內樂 然後可以認識一些新朋友 可以學習室內樂的東西 最喜歡長笛大觀園跟團練 因為就是那邊展示有很多品牌的樂器 然後都可以試吹 然後就可以比較不同牌子吹起來是怎麼樣的感覺 就是平常也不一定有機會可以試吹 第一次去國家演奏廳演出 然後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體驗 然後可以去參觀一下國家音樂廳的後台是什麼 演出它是在國家演奏廳 我相信這對很多人來說都是一個非常寶貴的經驗 而且這對我來說也算是一場 正式在國家演奏廳中擔任主要演出的角色 如果覺得對長笛有興趣的話都可以來參加這個演奏 如果不是本科系的話也不一定有合奏課可以上 然後不一定有大家一起合奏的機會 還有認識喜歡長笛的朋友 就是參加加年華也是一個可以認識新朋友的機會 參加第三屆的長笛課 期待今年說大家可以一起來參加長笛加年華也可以在現場和大家相見 如果大家認識在 role拍照 ifeng度或訓程度可能會記得 看到就像 none文學 falei 黃機帖是對… 對… international省 filled很無可能